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我们会发现 人群中有这么一部分人 他们通常待人友好 但却对社交活动不感兴趣 他们眼光独到 对生活有着深刻的理解 阅读他们的智慧就好像翻看一本知识渊博的书籍 但是他们在人群之中却总显得孤独 一直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孤独的人不擅长社交 但是在一项心理学实验中 被逝者要求解读电脑屏幕上的表情照片 让他们为这些照片对应一种情绪 愤怒 恐惧 快乐或悲伤 让人惊讶的是 那些在生活中表现出孤独的人 成绩却比其他人更好 孤独的人 能够精确地解读他人在某一瞬间的情绪 而那些热衷社交的人 更多地对测试表情 表达出乐观倾向的误独 因为自己本身乐观 也误以为他人过得很快乐 也就是说 这些孤独的人本应更擅长人际关系 但却在群体中呈现出了孤独感 心理学认为 孤独感反映出的是 个体对现实存在的焦虑和寻求生活意义的需要 但是孤独感的产生却带有主观暗示的选择 这些孤独的人其实是在享受孤独 在心理学家们看来 这些享受孤独的人往往也是聪明人 这些优秀的人更喜欢独处 不擅长合群 其实也是有原因的 捕食者心态 社交作为最原始的人类活动 意义在于通过融入群体获得安全 这种群体安全感 至今可以在自然界中观察到 海洋中单独的小鱼 在面对体格稍大的鱼时 就可能成为负重之石 但几千甚至上万条同类小鱼 在一起时会组成鱼群 往往可以令大部分捕食者忌惮放弃 即使遇到强大的捕食者 也会由于更高的概率存活下来 但这种现象在捕食者群体里 还有另一种表现 捕食者有自己的地盘 在面对环境时 力量较弱的捕食者 群体联合起来共同狩猎 欲敌 但在食物丰富的森林中 老虎总是独来独往 人类社交也很好地继承了这两种心态 从重心理 归根结底 是人类在面对恐慌时自我保护 融进群体中 人类可以获得安全感 但是当个体处在群体的优势层时 捕食者的属性就被激活了 而在当今社会 环境安全 资源丰富 社交 作为一种群体情感活动 这部分人 在骄傲自己智商的同时 优越感也产生了 在行为表现上 聪明人 不需要让自己像狮子一样 进行团体狩猎 故不自觉地出现了 脱离群体的独狼状态 完美主义内耗 我们知道 聪明人 往往都是一些心思细腻的人 容易观察到 人们行为里的细微差别 同时 也能对身边人 做到很好的共情 这就使聪明人 更能觉察到身边人的情绪 以及他们更在意什么 这种特性 使聪明人 能够成为很好的照顾者 但是这种特性 也让他们 没办法享受到 社交的快乐 聪明人对事物 有着潜在的 完美主义倾向 也会本能地 关注到 事件的不和谐之处 这使他们感到 非常痛苦 即使这场聚会 不是他们组织的 他们也会因为 突兀的行为 生出不安 若是自己 组建的聚会 这类人的 完美主义情节 会使他们变得 忧心忡忡 从邀请谁 到口味 从作词到夹菜 他们会力争 打造一场完美的 酒桌文化 礼仪体验 一旦出现不完美 他们便会 郁闷 很长一段时间 并且想方设法 弥补遗憾 以及他们所认为的伤害 因此 对这些聪明人来说 社交体验是辛苦的 一场社交下来 别人体验到的 是酣畅淋漓的愉悦感 而他们却是 精疲力尽 故而社交 成了他们 避之不及的困难 不过逃避社交的他们 也对友谊 有着更高的标准 泛泛之交 很难进入他们的内心 对于他们认可的友谊 才会真心对待 观察者细性 由于聪明人 会比普通人 对环境和事件 观察更细致 这也就导致了 这部分人在群体之中 更习惯用眼睛 看和耳朵听 在他们看来 减少干扰 才能发现真实 因此聪明人 更喜欢 作为安静的存在 在聪明者的观察中 要和人群打成一片 他们需要放弃 超然观察的行为 找到几个同伴 在他们面前 做出一些 无意义的言谈 然后引起他人 同样无意义的应和 在你来我往之下 气氛变得热切 欢乐就出现了 但是事件的 这种无意义的属性 会让聪明者 在事后回想时 常感到莫名其妙 因此在生活中 聪明人会对社交 感到乏味 也会避免自己 参与太多社交活动 长久下来 他们的语言能力 反而会变得退化 这使得他们 更加不适应社交 面对人群时 不熟练的语言 使他们感到窘迫 除了特意锻炼 社交能力 或厚脸皮的人之外 大多数的聪明人 更愿意 让自己孤独下去 向内寻求价值 人类的社交 大致分为情感 娱乐和功利三种 像家庭聚会 朋友小聚 这类情感社交 其实聪明人 并不排斥 反而 他们很喜欢 有和共鸣的朋友 一起谈天说地 共同探讨 感兴趣的领域 但是对于功利 类社交 就会嗤之以鼻 聪明人 有着自己的骄傲 对他们来说 只要自己足够强大 便没有需要 向别人求助的地方 反之 如果自己遇到难处 那一定是自己 还不够优秀 自己的智慧 一定能帮他们 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聪明人的诉求 是向内的 通过无意义的社交 寻找贵人 是对自己智商的背叛 虽然旁人看来 这种心态 有些倔强和犯傻 但是也正是聪明的人 可敬可爱之处 对聪明人来说 别人有的 终究是别人的 如果自身 没有足够的能量 那求来的东西 迟早会被 突如其来的变故摧毁 只有自己强大 需求才会获得 稳固的满足 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天地 对他们来说 功利性社交 就是在浪费时间 所以我们发现 并不是聪明人 都会远离社交 反而 这就是他们的社交方式 在他们眼中 没有朋友和亲人的社交 是没有意义的 千篇一律地重复表达 是乏味的 也不值得消耗自己的时间 若是硬要参与进去 反而会感到格格不入 但若真要遇到值得 托付真心的人 便应了 久逢知己千杯少 这句老话 他们一定会让你 沉浸其中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